您進到這個OneNote之後,在這邊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做註冊 一種就是您直接用會員去註冊會員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比較麻煩,其實各位可以直接用訪客就好 直接用訪客就可以 那你滑過去之後,滑過去這邊,你會看到這裡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取得所謂的訪客代碼 也就是說你不用做註冊的動作就可以使用 那它待會會產生一個八位數的號碼 那你只要把這個號碼記下來 下次就用相同的訪客代碼進來 那相同訪客代碼進來有個好處 就是你曾經加入過的群組,你的閱讀紀錄,你的筆記 通通都會繼續在上面 當然註冊也是一樣 那如果你說我用不同的訪客代碼進來 當然就等於是一個新的身份 所以你就必須要再重新加入這樣子 那所以你看我在這裡滑過去之後,我按一下 有,這樣我這邊就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反正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你不用擔心,你現在按我了解的 裡面還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現在沒有摳起來 按我了解之後進去 在右上角那裡 你看我們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你的訪客代碼也是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可以不用擔心說 剛剛那個沒有把它記起來 那訪客代碼在這邊 進來之後呢,預設大家是在這個所謂的單元這裡 也就是說在應該課程啦 就是所謂的課程這邊 那我們的資料呢,是在下面這個群組 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可以有比較多的互動 可以比較多的互動 所以呢,麻煩各位呢 你就找到上面這個選單 這裡有個發現 我需要廣播過去嗎 我用那個好了齁 進到這個群組齁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裡面的這個群組 好,點一下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我們今天的資料已經排名在第一名了 我通常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開放 這樣都會排在最前面 所以你不用再去後面找 那您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就在這個地方齁 所以呢 在這邊的話你就點下去 但是點下去之後不會自動開門 因為請你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有些人就點,就等在這邊準備要 請人家幫你打開門 沒有啦,自己要踏進去齁 按一下加入 這樣您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資料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去了齁 所以我們所有的資料我們放在上面 那原則上就是我們上課都有錄影 所以如果說您回去之後 欸,覺得哪個地方不是很了解 需要把我再叫回來的 欸,最近九月份有上一季一部電影 應該知道吧 老師 你什麼時候要回來啊 蛤?你就隨時把我叫回來沒關係 我繼續睡我的你就 呵呵呵 這樣OK啦齁 那 順便介紹一下 其實我在上面 如果你直接打我的名字 你會發現我還蠻多就是 課程,公開的課程我都放在上面 都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也可以到這邊去 加入沒關係齁 萬一走錯門有沒有 好 加入之後發現 嗯,這不是我的菜 呵呵呵 沒有關係 請自由進退 好嗎 在右手邊有一個退出群組齁 你就可以把它退出沒有關係的齁 欸,就把門關起來就好了 當然你不理他也可以 只是你就會 礙言嘛,對不對 所以 這樣你就可以進到我們的課程 這樣OK嗎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的簡報資料我已經放在上面了 還有一個新制度的檔案 好,新制度的檔案 另外下面 這裡 如果你想要把我們延期的這個軟體一次打包的 我有準備在這邊 有一個雲端硬碟的分享 好,這是一次打包的 就等於你現在在下載那幾個軟體都在裡面 那另外呢 我們這邊還有準備一個延期的互動擺板 好,因為 大部分大家都比較客氣 不太好意思舉手對不對 所以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這個怎麼使用 OK嗎 那我們就先等大家齁 您先加入一下